我叫林中龙,我来自台湾台北 我从2007年过来到16年的5月份 正式开始做这个茶饮家行业 我觉得目前中国大陆竞争是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也是个机会 大陆这边的创业氛围是比台湾更浓透 从补贴到媒体到各方面的支持 我们有连续三年的租金跟住房补贴 我拿一些补贴我同事运早会更顺畅 包括我现在也开了这个店 像我们的饮料 基本上都是比较台湾有人文故事的 我们有五六支主打 在台湾都是卖超过40年 那到了这边老东西不能老卖 所以我把这些有故事有文化的一些 例如像淡水的蒜梅汤 做成现代的美国获取桌 我们的茶跟莫吉都会结合 那并且我们的莫吉都会有做 补酒精跟重酒精的 这个是市场都没有的 我在厦门用台湾的产品 用台湾的精神 他不用去台湾 可以喝到吹台湾的一些味道 用不同的时空和爱 为台湾的咖啡 我想做这样的一个精神出来 我是福州市圆梦参议的负责人 我叫石燕玲 我来自南投仁爱乡 亲爱村泰雅族 这家店的主题它就是一个 主要的核心是台湾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 那以这个文化来做一个互动的体验 它有特殊的餐饮 然后有吃的有喝的 然后有买的文创商品 都是手工艺品 大陆的市场也代表一个国际化市场 也是以后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如果加在大陆的市场 你可以稳扎稳打的话 以后你到其他的国际街轨 应该就会比较容易 我现在的两个助唱歌手 他们也就是原住民的歌手 可是他们跟主流市场已经有结合了 会弹奏 会表演 会结合乐器 甚至于把它结合时尚音乐 他们现在已经注点在这里了 大陆市场很大 但是我没有觉得在大陆市场的发展 出人头地会比台湾快 其实不会 但是它的市场如果做得起来 一定会比台湾的辉煌 而且比它长久 雅谷 阿比伊勇 可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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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用我来一点 吃饭 你先吃饭